夜总会是纸醉金迷的代名词 男人迷恋女人的肉体 女人贪婪男人的金钱 但有时候 事情也许会反过来 上一秒还是夜场大哥的男子 下一秒 也许就变成了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不仅要掏空夜场小姐的钱包 还要将他们做成碎肉 冲进下水道 2002年9月11日 吉林省吉林市 传营区一居民楼三楼 有居民报警称 自家下水道总是被堵 谁怎么也流不出去 还时常涌出大量不知名的碎肉 有逆逆的让人作呕 多次制电物业 他们都不理睬 无奈之下只能报警求助 当时警方还以为 就是普通民事纠纷 但他们到达现场后才发现 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 这些堵住下水道的碎肉里面 混合着毛发 这些毛发和碎肉 看着不像是普通的家禽肉类 更像是人肉 根据这些大量的碎肉判断 可能还不止一人 报案的居民听到下水道中 是人类遗体后 忍不住当场吐了起来 除了生理上的折磨 心理上的折磨更多 居民区内发现了 如此恐怖的命案 警方一刻都不敢耽搁 他们顺着这个下水道 所在的居民楼 开始一家一家地进行排查 刚开始时一切正常 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 查到楼顶的一家时 敲门怎么都没人回应 通过询问后 警方了解到这是一间出租房 他们立刻叫来了房东开门 大门推开的一瞬间 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只见房间里面四处血迹斑斑 厨房里还摆着两具不完整的女性遗体 毫无疑问 租住在这里的租客 有重大作案嫌疑 按照房东提供的信息 租客一共有四人 三男一女 但房东只知道 和自己签订租房合同的男子 名叫吴洪业 其他三人的具体信息 房东并不清楚 为了确定他们的身份 警方通过吴洪业签订合同时 留下的信息 查到了吴洪业工作的公司 据他的同事所说 吴洪业跟公司里 一个叫杨树斌的人凑得很近 杨树斌还有一个小学同学 名叫张玉良 三个人关系很好 几乎是形影不离 嫌疑人的身份已基本确定 那房间里的受害者又是谁呢 警方在一番摸牌调查后发现 两名死者 是来自同一个歌舞厅的陪酒小姐 他们在不久前离奇消失了 之后便再也没有出现 警察找到了这个歌舞厅的老板 了解情况时 歌舞厅的老板还告诉警方 除了这两位小姐神秘失踪外 不久前 还有一位名叫吉洪杰的陪酒小姐 也神秘失踪了 而且歌舞厅老板还透露说 吉洪杰在消失前 经常会和一位大款混在一起 而且还经常在歌舞厅 询问一些奇怪的问题 这些问题大多数都与小姐的收入背景等有关 很私人化 警方通过调查发现 与吉洪杰私混的大款 就是杨树斌 警方推测 吉洪杰应该就是四名嫌疑人中 唯一的女性了 很快 警方发布了公告 开始通缉四人 可他们却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了无音讯 从2002年案发 到2012年 警方多次成立专案组 出动了上千名警力 却始终没能找到凶手 直到2012年8月 这桩案件 才终于迎来了转机 这件事情说来也巧 这一年 时任吉林市公安局巡警支队 七大队的队长许建国 在亲往行动中 无意间看到了 对杨树斌四人的通缉令 他越看越奇怪 越看越眼熟 最后竟然惊奇地发现 杨树斌跟吴红叶 就是自己小时候的邻居 多年不见 他们竟然成了如此 穷凶极恶之人 许建国立志要侦破此案 尽快将犯罪分子神之以法 经过三个月的紧密部署 终于在11月3日 将四人全部抓获 自此 这起骇人听闻的杀人碎 试案告破 可让人震惊的是 这二人 只是他们作案的冰山一角 四人在审讯中交代 从1998年到2004年 他们供六次杀害 并肢解坐台小姐十人 获得赃款200多万元 杨树斌是团伙中的主犯 其他人行事 全部听他指挥 首先 他们会假借出台的名义 将小姐骗到出租房 在勒索了钱财后 就杀人灭口 生怕留下什么把柄 被警方抓获 杨树斌是四人团伙中的大哥 从小就开始混迹在社会中 在十几二十岁的年纪 就给一个姓关的大哥当小弟 在他的带领下 杨树斌开始做一些小偷小摸 或者打架斗殴的事情 因为浓眉大眼放下巴 杨树斌还被冠有一个发哥的称号 混得时间长了 他在当地社会上 也算是小有名气 他在第一次参加团伙抢劫时 就爱上了这种 都不用动手就有钱拿的感觉 也是从这时候开始 他不想再通过正当劳动赚钱 从而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杀人抢劫 为了钱无所不用其极 1993年1月7日 杨树斌和兄弟刘某 李某 在哈尔滨某台修厅里面 跟人发生了争执 一怒之下 他们三人持刀捅向对方 导致对方二人受重伤 一人死亡 最终当警察赶往现场后 只待不到的刘某和李某 而作为投资的杨树斌 则逃之夭夭了 也正是这次逃亡 迫使他走上了 更加极端的犯罪道路 由于走投无路 实在是没有钱花了 他选择了再次铤而走险 火同小弟王某 在广东顺德 将一个陪侍女子 绑架到自己的出租屋里面 进行勒索 这一次 他成功弄到了10万元 受害女子在逃出来后 立刻报了警 王某成功被警方抓获 然而这一次 又让杨树斌给跑了 他再次挣脱了警方的包围圈 可他并没有选择收手 事后 他还对这起案件 做了一个复盘 总结出来那就是 陪侍女真的很有钱 没有同伴 只有自己一人 很难干成这样的勒索事件 想要再次快速赚钱的他 开始各种搜寻同伙和目标 很快他物色上了自己的发小张玉良 那时张玉良刚刚做生意失败 妻子也因为他生意的没落而选择离开 正是郁郁寡欢的时候 在杨树斌的勾搭下 张玉良也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一来二去成了主要作案人员 2011年6月 杨树斌跟张玉良 火同刘爱斌 在山东文登市 通过同样的手法 找到座台女刘某某 这次 共抢得赃款金20元 还没等到几人潇洒 刘爱斌就成功被警方抓获 并被判无期徒刑 狱中的刘爱斌 为了所谓的兄弟感情 并没有将两人揭发 再一次的逃脱 让杨树斌胆子越来越大 丝毫没有收手的打算 并且作案计划 也越来越缜密 手段也越来越残忍 他们总结前两次被抓的经验 发现 只要有活口 就容易出事 从内置后 两人决定 抢劫成功后 要立刻杀人灭口 不留下一点证据 这样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 与此同时 杨树斌也在不断地招兵买马 扩大自己的团伙 他先是把之前认识的同事 吴洪业拉下了水 为了更好地寻找作案目标 他选择从坐台小姐圈子内部下手 于是找到了陪酒女郎吉红杰 做自己的帮手 由他先去接近那些女人 事先摸查小姐们的底细 发现谁有钱之后 就想方设法跟其套近乎 熟络之后 再由杨树斌假装成大款 去叶总会吸引目标女孩的注意 吴洪业跟张玉良 则是扮演杨树斌的小弟 不断在旁边拍马屁 坐实杨树斌大哥的身份 为了能看起来更真实 杨树斌出手阔绰 本来两百元的小费 他从来都是翻倍 别人五百 他一千 因此吸引了很多座台女的关注和喜欢 他们都想跟这位大款搞好关系 从这大款身上多捞钱 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才是恩人宰割的羔羊 等待他们的 将会是人财两空的悲惨结局 等杨树斌成功将人带回住处后 他们将会受到惨痛的折磨 被迫说出银行卡密码 或者是强迫起给家人打电话 要求他们打钱给自己 最少的一次也有六万 最多的一次拿到了五十多万 成功拿到钱后 他们就会立刻将这些女孩残忍谋害 在2002年之前 他们已经得手了四次 每次作案后 他们会将遗体组织 倒入下水道排出 以此方法毁尸灭迹 直到下水道堵塞 这桩案件 他得以暴露在人们面前 看到这里 不少人都会疑惑 为什么2022年到2012年 长达十年的时间 警方都没有办法将他们抓捕归案呢 这案件的作案手法 似乎也不是那么的疏而不漏 或许这一切 还要从他们极强的反侦查能力开始说起 大哥杨树斌 对于整套作案流程都有精确的策划过 杨树斌特意在团伙中规定 处理遗体时 不能用斧头和电锯分解 以免发出噪音引人怀疑 要在煮熟后 再放进绞肉机里 弄成肉末 冲进下水道 像骨头之类的 就在晚上趁人不备扔到河里面 再去银行里面取钱的时候 也必须全副武装 用帽子将脸挡住 防止被人发现 在2002年几人被通缉后 随着网络与科技的飞速发展 杨树斌等人也觉得 继续作案被抓的可能性十分大 于是他们便开始想办法洗白身份 在吴红叶的情人 马建华的牵线搭桥下 杨树斌团伙 花重金收买了山西的一个派出所副所长 在山西一个小山村里面 办理了新户口 然后他们将户口 都签到了内蒙古包头时 改了名字 换了身份 重新开始生活 杨树斌改名王学礼 吉红杰改名马海燕 两人结婚后 经营着一家足疗店 还有两个台球厅 王玉良 则改名王学国 对外称是王学礼的弟弟 经营着床垫生意 跟当地一名普通居民结婚生子 吴红叶改名王花炎 从事煤炭生意 几人生活过得十分低调平淡 在外人眼中 大家根本想不到 这群人曾经是杀人狂魔 张玉良为了不让别人发现自己的身份 还开始尊重 他们几人平常也不会多联系 只有过年的时间 才会聚在一起 但法网灰灰疏而不漏 在2012年11月 不数多年的警方 终于在包头时 将几人一网打尽 在审讯过程中 所有人都对自己的行为 供认不讳 只有杨树斌一直不配合 最后在许建国 亲自出面提审下 因为是熟人的原因 杨树斌知道自己瞒不过了 才交代了全部作案过程 最终 吴红叶被判无期徒刑 没多久便在狱中因病身亡 吉宏杰也被判处无期徒刑 目前仍在服刑中 在2013年时 杨树斌和张玉良被判处死刑 但他们二人不服判决 又提出了上诉 后案件因证据问题被发回重审 直到2015年5月 才被重新审理 最终 法院还是维持原判死刑 尽管二人之后又提起过上诉 但法院并未改变原有的死刑判决 最后于2016年对两人执行了枪决 看守所警官是这样评价杨树斌的 这人心机很重 喜怒不形欲色 事实也正如他说的那样 除了被宣判死刑时 其他时候 杨树斌脸上永远看不出一点崩烂 可能干过太多太惨绝人寰的坏事 已经训练出了他处遍不惊的心理素质了吧 也是 如果没有这样的心理素质 也做不了这么残忍的事情 每个人都期望自己能过上好的生活 但选择是条分水岭 有的人勤勤恳恳 一心凭借自己的双手努力 有的人却心生歹念 自己不务正业 还妄想一夜报复 前者的日子会越过越好 而后者 往往出于自己的贪婪 不惜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但终究 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 付出代价 因果因果 有因就会有果 埋下的因 也最终会长成果 做了坏事 不要妄想能轻易逃过 因为你在做的时候 已经写下了果 正义也许会迟到 但不会不到 欢迎留下你的感悟与想法 如果喜欢咱们的内容 记得点赞订阅频道哦 打开小铃铛 第一时间接收上新消息 感谢收看本期超级侦探 听离奇案件 平摆为人生 我们下期再见 期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